很多人以為自己發燒吸收 只是感冒 誰知肺炎這個殺手 已經殺到埋身 肺炎在香港人的死因之中 長年高居第二位 似乎無論甚麼年紀的人 都有可能因為各種大小的病症 帶來肺炎 甚至最後不幸死亡 歡迎收看 健康關注組 Vegloria 其實很多人在發燒 有幾聲咳嗽 自己去買一些食藥 吃完之後攪拌一下肺炎 新冠肺炎大家都很警惕 原來一般的肺炎 才是最常見的殺手 香港有時我們都會看到 有些其他病人 都會因病發症肺炎而死亡 為了提高大家的警覺 今集的話題就是 白燒胸口痛, 肺炎妥奪命 今集請來的兩位嘉賓包括有 呼吸系統科專科 林冰醫生和諸測物理治療師 歐陽健 Kennybeth 歡迎兩位 歡迎兩位 林醫生 其實如果在香港來說 因為疾病而死亡的人 第二大原因其實就是肺炎 那時候病發症 其實都是因為肺炎而起的 究竟這是甚麼病 會有甚麼主因導致 肺炎 肺炎其實字面上解 我們就知道肺發炎 肺炎有很多原因 很多東西都可以令它發炎 所以傳統上有很多種不同的分類方法 譬如我們說肺炎整個受影響 還是不同的地方受影響等等 但現在我們覺得最有用的分類方法 就是根據它的病因 因為無論怎樣分類 最重要是告訴醫生 怎樣醫治病 所以如果我們用病因來分類 很多時候我們分為細菌性肺炎 病毒性肺炎 毛菌引起的肺炎 或者跟感染無關的 自身免疫引起 自身免疫引起 可以是本身那個人有自身免疫病 或者是某些藥物刺激到自己的免疫系統 會認錯自己的敵人 當然不同類型的肺炎 用的方法治療完全不一樣 其實有這麼多不同的肺炎 病徵是否大多數都是一樣的 你又不可以一概而論 譬如我們說細菌性肺炎 典型的表現就是發燒、咳嗽 或者有時候呼吸會有點胸痛 是 但不會氣喘 反過來說 病毒引起的肺炎 發燒是可以,可以很高燒 但其中有一個表現就是會氣喘 自身免疫引起的肺炎 起病時間會慢很多 最初只是可能只有咳嗽 慢慢走路越來越氣不順 可以完全沒有發燒 所以有時候表現出來就不太典型 但普通的感冒和肺炎是怎樣分 因為有時候可能兩樣都會是咳嗽 類似,其實症狀很相似 你說得很對 其實我們說病毒感染 流行腺感染也是一個病毒感染 新冠也是一個病毒感染 我想大家回想起初 19年、20年新冠初起時 叫做新冠肺炎 其實病毒感染 就算流感也好 有兩成機會肺炎發炎 只不過很多時候我們流感不會照片 流感的典型症狀 周身骨痛、高燒 有兩成啼 肺炎也可以有類似的症狀 所以純粹用病徵 可能有時候不一定能分解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懷疑 會不會有肺炎 最簡單就是照片 看看肺炎有沒有不正常的影 但通常,例如你剛才那張照片 很多人都說 未去到,咳得很厲害 但不會去看醫生 他們是否真的要照片才知道 很多時候如果要診斷肺炎 其實傳統上有兩個簡單的方法 是 一個就是照片照片 我們看到有一個地方密度高了 而且我們會看到氣管的影 看到這個病 這個症狀我們知道 這個一定是肺炎 可以診斷肺炎 第二,如果不照片 就要靠醫生跟他檢查時聽 是 其實我們的肺呼吸時 如果我們放聽筒在大氣管 和旁邊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是 當我們在旁邊 可以聽到中間氣管的聲音 我們知道那個人有肺炎 因為當肺發炎的密度高了 所以全聲會快了 所以我們在外面可以聽到中間的呼吸射 剛才醫生所說的 肺片黑了那一塊 那一塊是甚麼呢 是濃發炎的東西 不是,不是黑了 其實我們正常的肺照出來就是黑色 密度越低就越暗 所以肺裡面都是空氣就是黑色 當肺有發炎 局部的密度高了 所以看起來就是白矇矇 我想那時候很流行 新冠大家說白肺病 就是兩邊的肺 很多地方密度高了 兩邊變白 不需要變白才對 現在懂得看 是 其實醫生 當時疫情的時候 大家長期戴口罩 那時候其實那個免疫力 是不是會低了 令到大家之後 容易中普通的肺炎會不會 其實是兩樣東西 其實我們戴口罩 不會令我們的免疫力低了 我們其實戴著口罩 可以預防到甚麼呢 飛沫口水 肺炎如果是細菌引起的 不是一個傳染病 是個感染不是通過口水傳播 我們幾年都是戴著口罩 反而小朋友 沒有機會接觸病毒 普通病毒也好 傷風也好 就算新冠也好 所以當一解封 但我們知道病毒到處都在 他們沒有接觸過 所以變成對病毒沒有抵抗力 容易惹病容易嚴重一點 而當病毒感染之後 可以出現一個所謂叫 計法性的細菌性肺炎 因為當我們有病毒感染 這個位置 上呼吸道的抵抗力會變差 所謂上呼吸道 即是我們說腥帶以上 局部腫了抵抗力一差 我們的頸、喉嚨 經常都注射細菌 平時大家相安無事 但當局部抵抗力差 它向下走 下呼吸道感染 便可以引起肺炎 即是病毒 機會來了 來吧 便去攻擊牠 沒錯 問Kennie先知 譬如說 疫情時代之後 我們可以做甚麼方法 強化我們的肺 有一個甚至整個的呼吸系統 是的 其實都是很老身常談的 是的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通常無論是新肺肺炎也好 或是其他肺炎也好 應該有心肺功能都很厲害 通常我們會希望那些人 保持一定的活動能力 即是我們叫做 如果香港政府 就叫做體能活動 我們英文就叫做 Physical Active 即是希望那些人 盡量去動多一點 一般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會每個星期大約是150分鐘 至300分鐘的中等強度運動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談 媽媽八十多歲 二十年前做了白內障手術 一直都沒事 近年她很容易硬乾 為什麼?可以怎樣處理? 硬乾症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疾病 裡面有分三種 第一個是缺水性的眼睛症 第二個是蒸發性的眼睛症 第三種是混合性的眼睛症 對於年長的女士 其實是容易有眼睛的 我們知道我們五十歲以上 我們的淚水線就會慢慢開始萎縮 其實當六十歲的長者來說 三成都有眼睛症 另外, 女士 寒爾蒙分泌的改變 自身免疫能力的問題 甚至乎有些長者 有長期病患 需要長期服用 抗血壓藥 糖尿藥 精神科藥物 情緒藥 甚至乎一些青光眼藥物 都會增加眼乾症的情況 長者都要留意 其實周圍的環境 會不會有人吸煙 或者在一些乾燥的情況下 都會增加蒸發性的眼乾症 長者記得要多點眨眼 在閱讀電子產品的時候 不要過分集中 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用一些無防腐劑的潤眼藥水 增加眼球表面濕潤的情況 在家裡的時候 多點注重眼簾的清潔 暖敷眼睛 有需要的時候 可能要找眼科醫生幫忙 我們可能需要用風淚管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消炎藥 去改善眼乾的情況 70歲, 女性 四尺十寸高, 十公斤重 走路的時候, 右邊臀部痛 之前照X光說沒什麼問題 但現在差了 連膝蓋後面都痛 甚至小腿外側都麻痺 為什麼呢? 听到的症状有麻痹和脚又痛 在屁股走到膝肋骨后面痛 只是我们所谓的座骨神经痛 座骨神经痛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腰椎那里有条神经线走出来 就是想观我们的下肢 它就叫做座骨神经 如果当他受到擠压的时候 病者的痛就不在腰里 就会出现在软一点的地方 例如是屁股或者是脚的下面 甚至可以走到脚底也可以 同时也会加上有麻痹或者务力的情况 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我想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做个磁力共振 去调查一下究竟腰部 腰椎的位置和椎间盘的位置 有没有出现什么病变 上见的毛病就包括椎间盘的突出 或者是这个腰管的收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首先就可以用药去治疗 一般来说可以用丝联止痛药 或者是神经线的药物 另外就可以做物理治疗 去令到腰椎的病症得而舒缓 如果有严重的情况 甚至可以做手术去治疗 我有牙肉萎缩 看到牙筋 如何处理 这位观众也可以看看 会不会有敏感牙齿 一般来说牙肉萎缩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牙肉有牙周病 牙周病是因为本身牙腫了 整天收缩了 牙肉就会缩下 牙筋就会外露 所以是有机会 会出现敏感牙齿的情况 一般来说要改善的话 首先要处理一下 看看有没有牙周病的问题 如果本身是没有牙周病的问题 看看为何会有牙肉萎缩 最大可能性是因为 拆牙太大力 或者牙刷的刷毛太硬 一般我都会建议 注意拆牙力度 和牙刷的硬度 另外一样就是 如果本身有敏感牙齿 都建议用防敏感牙膏 拆牙不要太大力之余 另外就是去找牙医做适当检查 看看是什么原因